亲爱的耶稣真的求你开启我们的心 然后也真的是保守我的口爪 可以说真的是从你而来的话语 那也真的是保守我们A1的弟兄姐妹爪 真的可以从这篇道当中爪有一些礼受 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 这个 我先测试一下 这个 有点紧张 所以请大家 那个 就是包容一下 好 好 首先 这今天的题目就是期待越高 那 期待越高通常有一句话 那个后面通常会接什么 对 对 好 诶 没有用吗 诶 诶 我按就好了 对 所以在那个世界里面是期待越高 失望越大 可是在我们神国里面大家都看到了 是 诶 好 谢谢 好 那我就把它关成off 然后当我看起来像在按的时候你就帮我按一下 好不好 OK 所以就是在神国里面是期待越高得着越大 所以这个大家拍拍你旁边的说在神国里面是期待越高得着越大 所以 我们先来做一件事情 叫做reality check reality check reality check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条一条来看 你还期待 你还期待 礼拜五来到A1的聚会吗 期待 感谢主 如果不期待 没关系 我们 慢慢要开始期待 然后第二个 你还期待 来到A1的聚会来遇见神吗 你还期待每个礼拜五来到这里遇见神吗 诶 what oh oh wow that's more powerful than mine 好 再来 你还期待在A1看见神机的发生吗 期待 然后 你还 诶 诶 你还期待在A1敬拜的时候被神的爱拥抱吗 大家都好期待 然后你还期待神透过A1的讲道来对你说话吗 不要 不要只是回答让我高兴而已好不好 就是真的希望你们就是 我们真的就是检视自己的心 是不是我们礼拜五真的是 其实 不是说你们 是我自己发现 就是我在准备的时候 这些期待 就慢慢的已经 在我的心里就比较少了这样 所以我去 就是我就发现说 这些期待对我来讲很重要 以至于我每个礼拜五真的是期待来到这里 然后期待something different 而不是期待每个礼拜五时间到了七点半来 然后大概就十点这样回去 然后就 that's it 然后nothing change nothing happened 这样 所以就是这个reality track是帮助我们大家自己想一想 这个聚会 我们期待的是什么 我们期待的是 要遇见神 然后我们期待的是 something will be different after this friday 好不好 就是真的就是 如果你发现你的期待已经慢慢的不见的时候 真的鼓励你每个礼拜我来之前 你就算你开车来到这里之前 踏进这个教会之前 就在车上 真的就是先停下来 然后充满你的期待再大步的跨进来 然后真的我相信那一天就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 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就是神告诉我们要充满期待 这是马太福音七章七节 我们一起来念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再一次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然后耶利米苏二十九章十二到十三节 他说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就必寻见 所以神在这两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就是要求 然后我们就是要期待 然后神就会给我们回应 他在第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求的时候神就给我们 所以当我们求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遇见神的时候 神会不会给我们 会 然后当我们求说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聚会当中 看到我们其他生病的弟兄姐妹 他们的病得着医治 神会不会给我们 然后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如果你考试快大难临头的时候 你跟神求神会不会给你 会 还是要念书啦 可是就是神会有另外的恩典在你的身上 然后就是 你们要下面一句也是蛮像的 就是 呃 你们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那 这一段话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讲 我这礼拜发生的事情 这两个礼拜发生的事情 哇这么期待 真感谢主 就是这个两个礼拜呢 我发现神很真实 就是在我的身上对我说话 那 为什么我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因为我真的觉得 就是有这些话 让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那 如果有些人知道 就是我这两个礼拜就是 有一些 就是工作上的interview 这样 那 首先就是 我第一天 我去旧金山面试的一个公司之后 那那一天 晚上就是那个 那个recruiter就email我说 就是 他想要跟我联络 那通常就是 这么快想要跟我联络 就代表 欸 基本上我应该是 有拿到那份job 那那天晚上我就开始苦恼啦 因为就是拿到那份job 就是 竟然会拿到 因为其实我也没有expect 我会拿到 那 可是那一天的活泼生命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 神的道路里 神的声音里有道路 不是 神的声音里有道路 就是 好像就是神 他开始就是透过这个活泼的生命 对我说话 他会来指引我前面的方向 因为我现在需要面临一个抉择 就是我到底要 要不要去take那个job 所以我就发现说 欸当我有这个忧虑的时候 欸神其实就透过他的经文来对我说话 啊不止这样喔 我跟你讲 礼拜三的时候 我开始在犹豫 我要怎么跟我的小老板讲说 欸老板就是 欸 我可能就是 有一个工作的机会 那会很紧张这样 然后 可是那天早上 你知道我听到什么吗 我看到什么 就是活泼生命 他说 胜利单单掌握在神的手中 所以 就好像我礼拜三的时候 我就很苦恼 要怎么跟老板开口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老板会有什么反应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讲了之后 会不会就是他就 臭骂我一顿 然后或是 我讲了之后就是 他就有一些奇怪的 就是 无法预期的反应 结果神那天就对我讲 就是胜利掌握在他的手中 然后而且他后面就讲说 万事互相效力 比较爱神的人得益出 所以上话我就觉得说 神真的就在那天又继续对我说话 然后呢 然后 还不止喔 那是礼拜三的事 然后礼拜四呢 就是我要跟小老板讲完之后 要跟大老板讲这样 然后讲的时候就是 也是很忧虑啦 可是那天的经文就讲到说 擔心忧虑都是因为我们不在乎神 而只顾着打自己的如意算盘 所以那天我听到之后 我就写了一个note 就说 神的如意算盘最好 神会保守我这个process 即或不然 我也要相信他是好神 所以 然后我下面就写 我要歌唱你的爱到永远 所以就是 上话神就连续在这个礼拜当中 跟我讲了三次话 就是透过活泼的生命 所以鼓励大家 如果你没有活泼的生命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这样 好不好 所以就是 我想跟大家讲 因为我其实 我其实准备那个interview的process 有点累这样 所以累到最后 而且我也发现说 其实我的能力有限 所以我就 就是 最后就发现在面试之前 其实我也没打算 就是去准备了 就是在面试之前的几个小说 就是 的前一点点时间 我就想说我来看圣经好 因为反正 就觉得自己能力可能差很多 这样 所以 就准备跟没准备 反正都一样 这样 然后结果没想到就是 神就透过这些话 来对我说话 然后 有趣的是我觉得 那interview我没表现得很好 可是商炮人家就给我什么 A plus的那个comment 所以我也不知道 就是 到底是 可能是因为他们问的东西 我不太会的 他们没问 然后我会的时候 他们问 然后结果商炮就是 很感谢主能够在这当中 就是帮助我 所以 我讲这个见证的意思就是想要跟你们讲 其实 神会对 透过每一天的灵修对你说话 只要你期待 神透过灵修对你说话的话 神就会来对你说话 然后当你能够看到这些神对你说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哇神真的是很真实啊 因为 话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所以当你 觉得没路的时候 神就可以在这些事情上 那个 来帮助你 所以我们要有期待 好不好 我们要有期待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 聚会当中要期待什么 我们可以期待 疾病被神医治 我们可以期待被神的爱触摸 我们也期待被神的话语来激励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期待神的同在 我们期待遇见神 所以就跟刚刚一样 就是 凯莉在台上 其实我们礼拜五来到这里 我们最期待的一件事 就是要 遇见 谁 感谢主 大家都还醒着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叫做诗篇42篇 我们一起来念 神啊 我的心切慕你 如露切慕西水 我的心可想神 就是永生神 我几时得朝见神呢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 好 停在这里 好 所以他这里说 我们的心要切慕神 你的心还切慕神吗 你还觉得神是你 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吗 还是他是当你忙完你的事情的时候 然后你才来找他 还是你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还是 对神的这个切慕是我们 像露切慕西水一样 露基本上没有水 基本上他们就会很惨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那个画中的露 很多都是在喝水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就是 我们就是要切慕神 如果当你发现你切慕神的心 已经慢慢不见的时候 你可以跟神祷告 神会把这个可慕慢慢的放在你的里面 那 可慕神要可慕什么勒 其实这是一个蛮抽象的概念 对不对 可慕神 可慕神 这感觉是有一点 就没有很清楚的一个想法 那 我自己整理了一下 就是可慕神就是 我们要可慕去认识神 然后我们可慕认识神的个性 认识神的属性 认识神的喜好 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然后我们也认识神的话 这就是 我对于这个可慕神的一个认识 就是我们可慕 认识这个人 那我举个例子 就是 我印象中 我刚开始跟Kelly交往的时候 欸醒了齁 对不对 哈哈 跟她开始交往的时候 我印象中 我那时候蛮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很希望就是知道她 喜欢吃什么 我很希望知道就是说 喔什么样会让她很开心 然后 我甚至就是 有几次我在公司 明明是在公司喔 然后就是 我要从我的办公室走到工厂 就在这段路 我就走一走 就忽然 嘿嘿嘿 嘿嘿嘿 就是 就忽然间就觉得很开心 这样 然后就是 就是 不是怪叔叔的那一种 只是就是 只是就是 会有一种 莫名的开心 从心里这样冒起来 就是 惠心的一笑 这样 那 那这一段话要relay的是什么 就是 你现在想到神 你还会有这种 嘿嘿嘿嘿嘿的感觉吗 还是 还是你方 方法你想到神的时候 你就慢慢的 就是 就是没有那种 就是 欸 喜悦就是觉得 有神爱我真好 有神为我这个 在很多事情上 帮助我真好 就是 如果你渐渐已经失去这个 嘿嘿嘿嘿嘿嘿的时候 就是 鼓励你可以真的是 来跟神祷告 求祂帮助你 可以来 重新爱上 这位神 好我相信大家 应该要记起来 所以这段话的重点 就是三个字 叫做 嘿嘿嘿 所以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要重新来认识神 你要来认识神 对你说的话 透过圣经 然后 你要认识祂 祂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然后你要来顺服祂 然后 求神把这个爱 放在你的里面 所以当你想到神的时候 你就会 嘿嘿嘿 好 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鼓励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记起来 就是 真的神是你的喜悦 当你真的 重新爱上神的时候 你真的会有一个 不由自主的开心在 当你想到神的时候 好 那如果你无力认识神的时候呢 无力渴慕神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 它讲得很清楚 我们可以做什么 十篇八十一篇 请 诶 停停停 坐好坐好 这是神的话 好不好 来 再一次 再一次 预备 来 拜 拜 你当中 不可有耶和神 外邦的神 你也不可下拜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神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充满 无奈 我的名不听我的声音 以色列全部理我 我便任凭他们的心理刚硬 自己的计谋而行 圣愿我的名肯听从我 以色列肯行我的道 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 反守他们的敌人 所以这段经文啊 上号我今天在念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诶其实神他给我们的三个 三部曲 是我们可以重新就是 来认识神 然后重新可以 就是回到神面前的一个步骤 这样 那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 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 外邦的神也不可下拜 所以 呃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悔改 当我们就是心中有 除了神之外的东西 占据了我们的attention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悔改 譬如说 你们觉得偶像有哪些勒 蛤 你们觉得就是 在你们心中的别的神 神是指什么 有可能是我们的工作 有可能是我们的学业 然后有可能是 我们的时间 有可能是我们的 LOL 对不对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事情 当你发现 哪些事情 你已经占据你的心 胜过神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神 然后 我们就需要来悔改 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 我们 如果当你发现 你已经没办法来爱神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就是 你要来悔改 你要来悔改说就是 是不是 想到那个 就是占据你心的那件事情 然后跟神悔改 说 神啊不好意思 我真的是把这件事情 放在你的面前 以至于我真的就是 没有来可哺 那求你帮助我 可以弃绝这一个东西 就像旧约里面 祭司他们去献祭之前 他们会做什么 他们会洁净自己 然后就是 他们如果不洁净自己的时候 他们通常进到圣殿的时候 会 被秒杀 这样 就是 急杀雷劈 闪电 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是 走的进去 然后横的出来 就出不来了 被抬出来 所以就是 第一个就是悔改 那其实 我想要讲的是 悔改真的是 一个重新再生的一个机会 像 如果你真的发现说 你自己活在一个最终 像男生很容易在情欲上跌倒 那你如果没有在情欲上 这方面来 就是 更神悔改 包括我自己 就是 我们在这上面 如果没有保守我们的心 其实我们就很容易 漸漸的我们的心就变硬 然后我们就没办法 能够来 重新的跟神联起来 那女生的话 就是有可能就是 一些八卦啊 或是 讲话就是 就是 叽叽喳喳喳 然后或者是说 也有可能就是 女生在其他 买东西啊 还是什么 都上面就是 就是比较容易受死探 这样 那所以当我们自己 里面有什么 就是 就是 求神真的等一下可以来 帮助我们 就是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问题 在哪里 至于我们真的可以 悔改 然后重新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悔改 第二个步骤它就是讲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充满你 所以我们要充满期待 而且要specific specific的讲出你的期待 是什么 所以 就是我们每一次 礼拜五来A1的时候 真的就是 你踏进这个聚会之前的 聚会的地方的时候 你就 specific的跟神讲 神啊 我今天要 我今天来这里的期待是什么 那你可以是说 我今天希望能够 就是病得医治 然后我今天希望可以 就是在敬拜的时候 听到你对我说话 或是我今天在会后追求的时候 我希望你的爱可以来充满我 就是你要很specific的 讲出你的期待 然后你大大的张口 神就会大大的充满你 然后第三个步骤就是 它就是说 圣愿我的名听从我 以色列就肯行我的道 那这里我讲一个 蛮有趣的 这就叫做antibody 所以就是反肉体 就是 antibody 那听起来 我今天在准备的时候 听起来我们很像一个字 叫做 antibiotics antibody antibiotics 就是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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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使你下沉的這個病菌 然後你就可以真的重新來活過來 就是 我希望你們有聽懂我在講什麼 就是 你們要對付你們的肉體 譬如說你們禱告的時候 嘴巴閉得很緊可是心裡蹦蹦跳 要你大聲禱告出來 然後你就偏不禱告 這時候我們如果有反肉體 的話那我們就可以 就是不順從我們那個肉體的害羞 我們就是大聲的禱告出來 那那個瞬間我相信 我自己就這樣 我發現我一禱告出來之後 整個人就好像輕鬆 好像就不會覺得說 而且我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我順服了一件 神所喜悅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當我們如果 有antibody的這個基因的時候 其實 我相信就是 這是一個我們復活的一個步驟 所以 我 summarize 了一下 就是這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悔改 第二個是期待 第三個是 antibody 呵呵呵呵呵 好跟我們一起來講一次 跟我一起來講一次 第一個是什麼 悔改 第二個 期待 第三個 antibody 好 那就 所以當你發現你最近開始慢慢 就是 就比較沒生氣 或是比較沒熱情的時候 然後 就是這三個步驟 好好的想想 然後我們 一起來做 然後你就真的可以在神面前復活起來 那最後我要用這段經文來做總結 我們一起來念好不好 好 那個下一頁 好 好這段經文我們念的時候 我想我們就站起來吧 就是這段經文 其實是最後一段經文 那我們就來站起來 來我們所有人一起站起來 然後我們 帶著恭敬的心來念這段經文 好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結束 好那我們念 兩次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念 詩篇27篇第四節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華 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瞻仰他的容眉 在他的殿裡求問 好我們再一次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華 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瞻仰他的容眉 在他的殿裡求問 我不知道說 就是我相信我們大家站在這裡 其實我們都被神摸著過 可是 你那個曾經 是不是很久以前 你曾求耶和華 要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 那你現在還有那個心在你的裡面嗎 其實 其實我覺得這是對我在講的話 就是 因為就是 我準備工作的interview啊 還有準備照顧家庭的事 我就發現其實 神已經不是我的熱情 然後神也慢慢的變成好像 是secondary 可是 那一天我來承導 或者說 我看到這句話 就對我有很大的提醒 就是 其實不是 我那天看到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就在想 其實好像 神真的都沒有變 然後 可是變的是我 我跟五年前那個說 想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散仰他的容眉的那個sky 好像就已經 不見了 所以 神還是那麼的信實啊 神還是 照顧我 然後讓我有工作 讓我有小孩 讓我有 可愛的妻子 可是 好像神都祝福了之後 我反而好像就已經 就變得離棄了神 或是我的心就沒有那麼愛神 所以 我不知道說就是 我們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這個 疾病就是新死的這個疾病在我們的心中 是不是 我們來久了之後 我們好像就變得 不稀罕 我們的神 我們不稀罕他的同在 甚至 我們來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期待 所以 我們大家 低下頭 閉上眼睛 我們就自己 真的 好好的 我們來一起來 Picture就是 你曾經來到神的店中 然後你曾經 就是 你想一下你當初那次第1次被神碰見的時候 你心裡的那個歡欣喜樂 那個熱情你還在嗎 那個對神的愛你還在嗎 是不是 因為一些其他的事情或是 一些routine的工作 以至於 那個 曾經那麼火熱的那個 Sky或是anybody 就不見了 你還對神 就是來到禮拜五的時候 你還期待這個禮拜五可以 遇見神嗎 如果 你慢慢發現好像已經不見了 今天真的是一個機會 就是 我相信神要真的在 我們的心中做一個手術 真的就是把這一個 熱情重新turn on起來 重新用一個屬靈的 心電器真的是 來電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心可以重新的來對他活過來 其實 神沒有變 變的 變的都是我們 你真的仔細想想 神是不是還是一樣信實的照顧你 神是不是還是一樣信實的給你 大小事 大小的恩典 可是真的變的是我們 我們吃馬拿吃久了 我們就不屑了 然後 我們得恩典得久了 反而好像有一個恩典沒有得到我們就會 覺得很 對神很失望 這樣 所以好不好我們就一起來 我們一起來做一個禱告 主啊 主啊真的 我們真的是不配 主啊其實我們真的 看以色列人會覺得他們很純 為什麼每次看到神機就高興一下 然後自己就 過了幾年之後又轉禮神 可是其實我們都一樣 主啊其實我們都跟以色列人一樣 我們曾經在你的店中 那麼 熱心的 愛慕你 可是 過了不了多久 我們又 自己坐上寶座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主啊真的求你 憐憫我們 主啊求你憐憫我們 真的把這個 渴慕你的心真的放在我們裡面 主啊讓我們有悔改的一個力量 主啊讓我們有重新再跑回 你的寶座前的力量 主啊真的好叫我們 不像以色列人一樣 任憑己心 主啊任憑的走向一個 滅亡 或是 死的一個 道路或是任憑我們進到一個宗教的 Routine 裡面 主啊我真的來向你 你祷告 主啊你幫助我們不要進到一個任憑的裡面 主啊真的求你把這個熱情 主啊真的重新的放在我們裡面 主啊讓我們禮拜五來到A1的時候 主啊真的我們期待 我們期待能夠在這裡遇見你 主啊我們期待 講到的時候不管是誰 講的好或不好 我們真的可以聽到一兩句 扎心的話 然後我們真的可以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去改變 主啊真的給我們力量 主啊好叫我們真的可以 成為一個一直進步的人 主啊一直追尋你的人 主啊打開我們的眼睛 主啊讓我們可以持續看見你的容眉 主啊打開我們的耳朵 主好叫我們真的求問你的時候 主啊你的聲音可以讓我們聽見 謝謝主 謝謝主 有一件事 我曾尋求 我願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生一世 住在野荷花的墊中 占擾 他若沒有 有一件事 我曾尋求 我願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 就是一生一世 存在野荷花的墊中 尋求 他的一面 好 那個 我們全部人 我這一次希望是全部人 我們都來到台前 然後 我們就來到台前跟神來 悔改 悔改 我們是不是 進到一個宗教的裡面 我們跟神悔改 是不是我們的心變了 然後我們來跟神求 真的給我們一個 重新渴慕他的心 好不好 就是這一次 我們全部人都來到台前 我們真的是來 跟神說 求神把這一個 期待的心 一個 死而復活的心 真的放在我們裡面 你在邊唱的時候 你就真的可以邊想 你可以跟神悔改什麼 以至於你的心 真的可以 重新的來到神的面前 被祂的愛而募照 我想很快再補充一下 我覺得Sky他很誠實 我覺得他很誠實的 面對他 屬靈的光景 其實昨天晚上 他在跟忠燕長老他們分享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他好像這個階段 他要講渴慕 可是他自己 他說其實我也不覺得 我有渴慕到哪裡去 那我要怎麼樣給弟兄姊妹 我覺得當他有這個realization的時候 我覺得神今天就會將渴慕賜給他 好不好 我覺得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不願意去面對 裡面自己的問題 或不願意 就好像覺得 我還在服侍啊 我是其實很愛主 因為我每個禮拜我都來 可是我覺得好不好 我們今天每一個人 真的像Sky一樣說 我真的不夠 渴慕 我真的不夠 雖然我每個禮拜在台上 我每個禮拜在帶小組 表面上看起來 我好像很愛主 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everything goes pretty well 可是 真的我沒有那個力量 去呼求 我好容易give in OK 好不好 我們每個人 就是你低頭 你花20秒的時間 我們每一個人 很沉沉實實 來到神的面前 你不需要任何的隱藏 不用因為 長老問你什麼 Steven爸爸問你什麼 說喔 我光景不錯 很沉沉實實的跟神說 God I need you 今天真的 再次讓我能夠 在你的店中來摘養你的容眉 Starting from tonight Starting from today 甚至你可以為你特會來禱告 說主啊 我在特會當中 我要更多的來遇見你 領埃地囡 sensors 夜和花是我的亮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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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和花是我的灯酒 耶和华是我姓名的包藏 我还居谁呢 耶和华是 耶和华是我的盾牌 耶和华是我的高台 耶和华是我的姓名的包藏 我还居谁呢 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 我曾寻求 我愿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占价它又没有一件事 我曾寻求 我愿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我们把这当作我们的祷告 我们把这当作我们的祷告 有一件事 我曾寻求 我愿要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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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占价它又没有一件事 我曾寻求 我愿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就是一生一世